那我们下午就准备开始上课 早晨咱们讲到了验收 质量管理的验收 讲义里面还有第六个部分 叫什么 质量问题的处理 是吧 是吧 还有质量问题的处理 那么咱们上课说过了 质量问题的处理呢 基本上每年考一个题目 考一个简导题 那么这个里面质量问题处理呢 没有给大家画很多 也没给大家列很多 大家呢回去把这些部分内容看一看 还有第七个部分 叫质量事故 质量事故 16年考过 在这个地方 我不给大家讲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叫安全事故 是吧 我在讲安全事故的时候 会对比着来看一下质量事故 好吧 会对比来看质量事故 所以在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讲很多 回去呢把这相关内容看一下 我在安全事故会对比来看 对比来看 那么下面大家呢 把它翻到 那么就是第六个部分 叫进度管理 那么进度管理呢 每年 每年呢 都要考这个三个图 考其中一个 这三个图呢 其实没有太好的规律 没有太好的规律 每一年 它既可以考虑横道图 也可以考虑网络图 也可以考虑网络图 也可以考双代号石标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那么下面我们就把这三个图 依次学一下 来看第一个 流水施工 也就是横道图 流水施工 那么讲到流水施工 第一个 你要熟悉什么 流水施工的组织形式 是吧 流水施工组织形式 有三种形式 无节奏 易节奏 等节奏 易节奏又分为 易步居易节奏 和等步居易节奏 也叫成倍 结派流水施工 那么首先 大家注意 考试的时候 给你一个流水 结派表 你要能够会判断 组织什么形式 流水施工 那么怎么判断 怎么判断 看什么 施工过程 内部的结派 等不等 是不是啊 然后再看什么 施工过程之间的 结派等不等 是不是 如果说内部不等 那就是什么 无节奏 如果说内部相等 之间不等 那就是什么 易节奏 那么等节奏是什么 对吧 那么不仅内部相等 之间也相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流水施工 参数的计算 要能够计算 会计算 流水布局和工期 停一停 你要让我算布局 算工期 那您至少要给我几个参数 你至少要告诉我什么 您这个项目 划分了几个施工过程 每个施工过程 划分了几个施工段 每个施工段的什么 流水接派 然后我才能算布局和什么 工期 好 再等一等 算布局怎么算 你不能说大插法 你得要告诉 你得要问我 你这个是什么形式的 是吧 是无节奏 还是什么等节奏 无节奏和一部局 一节奏 都是用什么方法 大插法 而等节奏 不用大插法 它直接就是和什么相等 流水接派 成倍接派 流水施工 那么是等于什么 流水布局 最大工业数 这是最大工业数 工期怎么算 你得也要问我是什么形式的 无节奏和一部局 一节奏 用什么 SigmaK 加SigmaTN 是不是 而等节奏 和成倍节拍 用什么 M加N-1 乘上括号K 你能说出来 我上课 眼睛不停地在看着里面的表情 其实到这个时候 基本上 当然说实话 可能有点伤害大家 哪些同事能过 哪些同事不能过 已经可以知道了 看到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了 很淡定的 嘴在动的 我就知道你能过了 至少这个点 你掌握了 那么工期 咱们说什么 但是你要注意了 等节奏 和成倍节拍流水施工 公式是一样 但是细节不同 哪里细节不同 A A不同 是不是 等节奏里面 这个N是施工过程 也可以说施工队伍 因为等节奏 每个施工过程 一般来说 只有一个队伍 是不是 而成倍节拍 自己的N是什么 是施工专业队的数量 是不是 然后 绘子和闹图 来 我们举其中一个例子 比较难的一个点 就是成倍节拍 给大家再说一下 说母分项工程 总共有ABC三道工序 施工前 施工单位变得如下 网络计划 单位是天 由于工期紧迫 建议单位要求施工单位 合理压缩工期 也可以说合理赶工 所以施工单位准备 采取流水施工 准备采取流水施工 那么说根据背景 这个项目适合采用哪一种 并计算 布局工期 或者闹图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工序ABC 是施工过程 还是施工段 施工过程 你忘记了吗 施工过程是根据什么划分的呀 可以按照分部工程 分样工程 甚至是工序来划分 那么ABC是施工过程 每个施工过程 又分为一二三 这叫什么 施工段 而四四二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流水接拍 是不是持续时间 那你看一下右侧 我给你重新 给你转换成了什么 流水接拍表 是不是流水接拍表 那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这是 那通过这个流水接拍表 你能看到什么 划分的几个施工过程 每个施工过程 有几个施工段 在各个施工段上的持续时间 是不是知道了 那么你们发现什么 内部的接拍相等 但施工过程之间 接拍等不等 但存在最大供应数是什么 二 所以说适合采用什么 成倍接拍 也叫等部局 一起走 流水施工 那么 接拍是四四二 有最大供应数二 所以说流水部局得及 两天 我刚问的问题是 一环刻一环 然后下面 咱们说需要几个队伍啊 那原来的接拍 除以最大供应数 分别是两个两个 一个队伍 那么施工队总数得以几 五 所以说我们工期 T等于M加N减一乘上 QQK 等于几个 十四天 那么下面来绘制横导图 这个横导图跟普通的横导图比起来 多了一列什么 专一队 A B需要两个 C需要一个 A 第一个队伍先进场 在第一个施工程度上先施工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我们说了 有个问题 第二个队伍什么时候进场 第二个队伍什么进场 第二个队伍什么进场 等第一个队伍进场 几周一 几天以后 两天以后进场 我们上课讲过了 讲过什么 您的五节奏 一步居一节奏 等节奏 这三种形式 你每个施工过程 有几个队伍 有一个队伍 我再说一遍 五节奏 一步居一节奏 等节奏 每一个施工过程 一般只有一个队伍 是不是啊 因为这时候 说上有一句话 施工过程数 等于施工队伍 是不是啊 这时候你可以说是 施工过程 奖励水布局 也可以说 专一队 奖励水布局 对不对 但是在我的 成倍 结奏励水 施工里面 只能是 什么之间 奖励水布局 施工 专一队数 施工 专一队 此前 是不是啊 那么 但是呢 我们刚刚说了 每个施工过程 有三个施工段 现在你只干了几个 只干了两个 第三个施工段 谁来施工 谁先完成 谁来做 那就是第一个队伍来做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B这个队伍 B这个第一个队伍 什么进场 什么进场啊 咱们说你这个 B这个第一个队伍 跟谁相邻 跟A这个队伍 哪一个相邻 第一个第二个 没人再说第一个了吧 跟第二个队伍相邻 所以说 A这个第二个队伍 进场两天以后 B第一个队伍进场 那么 然后第二个队伍进场 然后第三个队伍 还是由第一个队伍来做 然后C这个队伍 等B这个队伍 第二个队伍进场 两天以后进场 是不是啊 这是会者很好的图 会者很好的图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流水施工 取的一个最难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稍微过一下 第二个呢 就是双代号往的图 第二个就是双代号往的图 双代号往图 最基本的考法 第一个 找关心路 求这段工期 这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 它也容易跟什么 工期所为相结合 主要考核咱们什么 主要考核咱们什么 是总时差 还是自由时差 总时差 提几个醒 第一个 找关心路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要看清楚了 题目里面 告诉我们 关心心路表达方法 那么它有两种可能 比如说经常会看到 括号用工作表示 括号用什么 节点表示 两者不要混淆 工作只能用ABC 节点只能用123 两者不要混淆 如果用工作 你且给我用节点表示 这样是不得分 第二个 关心心路可能有什么 两条级以上 你们不要有遗漏 不要有遗漏 不要找出一条 就万事大级 还有可能还有一条 那么第二个 咱们说总时差 简单的求法 大家应该会求吧 用什么方法 我不管 你一定要能够 简单的求出来 不要用传统的方法 去求总时差 但是呢 我们双代号 也有自己的一些考法 特殊的考法 比如说调整双代号 比如说绘制双代号 绘制双代号 我在客户给你留的一个题目 我相信咱们这边 平时的练习也会涉及到 这里面给你举个例子 调整双代号 给你举个例子 调整双代号 说某功能项目 施工单位编制 如下网络计划 括号是周 单位是周 经建立批准和实施 由于工艺调整 工作细节 需要共用一台机械 那么所以说要调整 我们这个双代号 第一个问 请绘制出调整后的双代号 网络图 并找出关系路 括号用工作表示 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那么怎么来调整 原来我们的C G G 没有关系吧 现在变成有关系 那么就要增加什么 虚间线 虚间线起什么作用 联系 区分段路 在我这里面主要起什么作用 联系 把工作C 工作G 工作G 联系到一起 是不是 联系 就是加这么条虚间线 是吧 但是加虚间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我这题目没有考虑 如果说有的情况 会这么样子 这个节点三 会不会是节点四 这个是节点五 指向节点六 那么这样的话 你能不能直接 这样加虚间线 你就面临什么问题 我刚才说一遍啊 把五节点换成四节点 把四节点换成五节点 你这样就五指向四了吧 不对了吧 那么你要记得了 剑尾的节点变号 要小于剑头的节点变号 简单说 小数指向大数 如果说你把这个 如果是五指向四 那是错误的 也就是言外之一 大家如果考了这种提醒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什么 可能会调整什么 节点变号 可能需要调整节点变号 那么这样一调整完以后 我们关心都是哪一条了 是工作逼 逼一集结吧 是逼一集结 是不是这条线路了 那是二十周多少天啊 注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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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题目里问的是什么 多少天 你不要跟我说二十周 没分 那是一百四十天 一百四十天 注意单位啊 早上说过了 一定要注意单位 啊 还有个问题 那么你们的题目里面呢 我少了一句话 如果各项工作 均安最早开始时间施工 请问这台机械在线上 最少要闲置多少天 那我首先大家看一下 工作机和工作节 之间这个机械会不会有闲置 为什么 请看清楚 工作节最早什么时候开始 工作节最早什么开始 最早什么开始啊 那么是什么 第六天 就是第六天开始啊 而工作机最早哪天才能完成 第十二天 那么中间也没间隔 我机在等 我节在等你机完成 是不是啊 你机一完成 我机就可以 节就可以开始 对不对啊 那么要有闲置 也是哪那样工作有闲置 C和机之间 C是最早哪天完成 第五天 而机最早哪天开始 第七天 那么这题考的是什么 就是C和机之间的什么 时间间隔 最要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在我们项目管理教材 是什么里面讲到的概念 单单号讲的 其实双单号之间也有时间间隔的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什么叫时间间隔 就是拿 仅后工作的最早开始 减去C工作的最早完成 这就间隔时间 最少间隔几周 两周 所以说我们这个机械在现场最少闲置多少天 十四天 十四天 这个呢是一个调整双单号 了解一下 难度不大 但是呢你平时要接触到 你平时不接触到 可能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小问题 可能会有些小问题 可能会有些小问题 那么这是一种题目 那么下面第三个图呢 叫双代号石标 双代号石标 项目管理讲的点 这是项目管理一个考点 这是项目管理的一个考点 他的基本考法 跟我们双代号石一样的 找关心度啦 求计算公息 包括什么 公息索赔 但是他还有自己的一个考法 叫什么 十七斤头前锋线 二十斤头前锋线 那么课后呢 我在第一次进讲课以后 留了一个案例 里面有这个题目 这一次课后 我又给你留了一次 回去呢 把它稍微做一做 难度不大 难度不大 总的说来 它是什么思路 利用这个十七斤头前锋线 是什么思路 来判断整个工程的进入情况 延误 延误几周 延误几天 你要判断出来 怎么判断 首先是根据各个工作的 进展情况 是不是啊 然后如果是延误的 我们取哪一条 延误最长的那个工作 是不是啊 但是这里面提一下 双代号石标 总是它的计算 怎么计算 拿本工作的自由史查 加何许线路波形 应该合的什么 最小值 这是双代号石标 三个图考其中之一 必须要考其中之一 你说说六道卷子 六道卷子 你说这三个图 是不是都有可能会输到 第七篇 就是工程造价和成本管理 工程造价和成本管理 这是必须要考计算题的地方 合理的考题 应该在两个问 应该在两个小计算 两个小计算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些传统的考法 比如说求工程造价 求综合单价 预付款 对不对啊 这是传统的考法 来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叫工程造价的计算 讲到工程造价的计算 大家记得 在咱们建造师里面 工程造价和监安费没有区别 记得 没有区别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工程造价 可能是几个部分构成 可能是五个部分 也有可能是几个部分啊 七个部分 具体怎么 具体是几个部分 你看题目是怎么给的 给的是分票工程费 错日项费其他项费 还是给的人才记 而给的人才记 那么这里面有细节 有什么细节 第一个管理费的计算 管理费的计算基数 有几个基数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以人工费为基数 第二种是什么 人工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为基数 第三种是什么 人才记 如果提议给了基数 你按提议去算 没给的 我们默认的是 管理费的计算基数是什么 人才记 没给的 默认的是人才基 记得了 那么利润 它的计算基数是几项 是前四项 人才基 管理费 为基数来算利润 来算利润 这是管理费和利润的计算 考试 也会让我们算什么 规费 规费的计算基数是几项 那么前三项 或者前五项 是不是啊 那么增值税 也就是税金的计算 税金就是增值税 拿税前造价成多少 百分之十 到底是百分之十还百分之一 看提议 提议没有给增值税税率 我推荐你记来 按哪一个算 百分之十 推荐你按百分之十算 那么这个税前造价 就是不含税造价是几个部分 可能是前四项 也有可能是什么 前六项 也可能是前六项 科赫呢 都给他留了题目了 第二个呢 就是综合单价的计算 这个来自于经济管理 经济教材 那么综合单价的公式 还记不记得了 分子上面是什么 人才及管理 除以什么 清单量 那么这个公式 你要把它读懂 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啊 你在报价的时候 想报某个分项分布工程的综合单价 首先要把什么求出来 您完成这个分布工程 总共需要多少什么 人才及管理 把这笔钱总额算出来 再除以什么 清单量 但是呢 算的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管理费利润怎么算 跟上面是什么 一样的 第二个 您在求人才及管理的时候 是按什么量算 按您这个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还是按清单量算 我们经常会考土方工程 是不是啊 比如土方清单量是500方 而您这个施工单位 在投标的时候 根据您采用的施工方案 测算的工程量是700方 您按哪一个 工程量来算人才及管理 您按700方 最后算到这笔钱的总额 再除以什么量 清单量 注意这个 下面就是预付款的计算 这个都是传统的考题 都考过的 预付款的计算 提到预付款的计算 咱们说今天教材有点改动 今天教材有点改动 把以往的赛的金额 换成了什么 不属于承包人的费用 是不是啊 就是拿合同照项要减去 不属于承包人的费用 再呈那个预付比例 关于这个不属于承包人的费用 我在上课给大家讲过 首先要把怎么扣掉 占的金额 那么也有可能扣 在甲工和甲方的分包 但是这个点 我个人认为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今天考到这个点 在考试的时候 我认为它仍然还会 只会涉及到什么 占的金额 至于说其他的点 我个人认为不会涉及到 但是如果考到这个点 还会涉及到咱的金额 其他的点 我认为不会涉及到 不会涉及到 因为呢 这个书上没有给明确的点 没有给明确的 这是一个百分比法 还有一个方法叫什么 数学计算法 让你算工程备料款 对吧 让你算工程备料款 这个工程备料款 分子上面是合同造价减去 要乘上什么 材料比重 这个合同造价也要减去什么 不属于长毛的费用 然后除上年龙施工天数 得到什么 每施工一天 需要多少材料款 是不是啊 然后乘上什么 材料处为天数 就得到了什么 这个备的款数额 备的款数额 第三个 就要算 让你算什么 起扣点 起扣点是什么 咱们说 等于什么 T等于什么 P减去M 除为N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起个点里面 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P 指什么 合同总额 教材的原话是 合同总额 并不是合同造价 合同总额 就意味着 你要注意一下 我个人认为 我到现在 我还是坚持 它是不扣足 相关 不属于承毛的费用 懂吗 是不扣的啊 但有的老师说是扣 我的观点还是不扣 我的观点还是不扣 但是算预付款 肯定要什么 肯定要扣 但是大家记得 考试绝对 不会让你纠结 扣还是不扣 明白吗 不会纠结 因为从来没考过 明白了吗 从来没让你纠结过 到底要不要扣 赞的金额 从来没让你纠结过 你现在纠结的都没有用 考试绝对不会说 给你赞的 让你算起个点 记得 不会有赞的金额 明白了吗 不会有赞的金额的 不要想太多 只不过 书法不同 给你说一下 因为这个点本来就是有争议的点 本来就是有争议的点 所以说这个点不要再纠结 那么今年教材还新生了一个进入款的计算 进入款的计算 你还记得早晨跟你讲过了 叫期中价款的支付有三种方式 还记得吗 那么按月结算 分段结算 竣工一次总结算 这里面主要说的是什么 按月结算 按月结算 主要跟你说一个什么 月度的进入款 那么你每个月能得了 拿到多少进入款 取决于什么 您当月完成的工程量是多少万 但你完成的工程量不一定全给你 首先要乘一个什么 合同预定的支付比例 是不是 然后还要减去什么 保修金 还要减去预付款 还要减去罚款 最终才是您得到的进入款 我们把这个例题稍微过一下 把这个例题稍微过一下 记得 我们进入日考试 不是造价工程师考试 造价工程师考试 我们很有可能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 整个一道案例 全部让你算什么 算进入款 算竣工结算价款 懂了 我们进入日考试不会考那么多 他只会考一个问 考一个问 所以说你要了解他的考法 你要了解他的考法 来 某进入工程项目 合同工期是12个月 项目主要材料 所占比重是50% 运付款支付比例是15% 从第五个月开始 在三个月进入款中平均扣回 每个月进入款支付比例 为当月完成的工程量80% 质保金为工程加款的3% 逐业扣除 逐业扣除 施工单位对重工价进行的分析 费用各种情况 分分享工程费 错识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利润 规费费率 还有政治税税率 还有项目占的金额 55万 占工价120 其中甲工80万 专业工程占工价是150万 其中甲方分包专业工程是120万 那么下面第一问 计算这个项目的工程造价 这工程造价 那是用什么去算 3000万加多少 360 再加多少 500 再 要不要加了 要不要再加360了 不要再加360了 你记得了 我再问你一遍 工程造价 要么是五个部分 要么是七个部分 五个部分 就是分分要工程费 错识项目 其他项目费于税金 这时候里面有单位的利润 有没有单列的利润 有没有单列的利润呢 为什么没有 因为利润含在3000万 含在360 含在500万里面了 明白了吗 不要重复计费 不要给你钱 你就往上加 把这3000加下以后 再乘一个什么 括号一加15% 一加5% 在乘上括号一加百分多 11 得到综合 得到工程造价 得到工程造价 那么下面一个问 说发报人应该支付给承包人的预付款 是多少钱 工程造价求出来以后 再扣掉哪两个钱 首先占的金额要扣掉 还有是什么 甲工 还有是什么 甲方专业分包120 把它扣掉以后 再乘支付比例多少 15% 得到预付款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说不考虑其他因素 如果承包人第五个月完成的工程量为450万 请计算这个月承包人应得的进度款是多少万 首先您这个450万要首先要乘多少 要乘80% 您当月只能玩到只能得到80% 而且这个80%还要扣掉什么 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叫 质保金是工程造价的3% 逐月扣足 也就是每个月还要扣什么 3% 质保金 就是减去450乘3% 还要再减什么 还要再减什么 我们说还减预付款吗 是吧 还减预付款 这个预付款怎么扣的呀 预付款怎么扣的呀 从第五个月开始 在三个月中平均扣回 那么这第五月份要不要扣啊 要扣 对吧 要扣 就行了 这里面没有罚款就不管它 那么课完以后只能得到多少 224.3亿万元 是不是224.3亿万元 这就是我们得要的进度款 这题目呢稍微再灵活一点 再稍微灵活什么 比如说后面再加一句话 每个月总建立工程师签发的付款评证是250万 请问您第五个月得到进度款是多少万 是您 得不到进度款 因为你没有达到付款评评证的签发额度 这个月是零 这个224.3亿万 请你累积到六月份来支付 没完了吗 六分支付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 进度款 运付款 功能着价的计算 通过这个例题呢 大家简单的感觉一下 记得考试是不会让你算两个月进度款的 在我们建造师里面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没有意义啊 你这样一算 那么这个分数五分拿不住了 你得要拖不到十分了 对不对啊 稍微这个 它会让你算某一份的 某一个月的啊 会让你算某一个月的 某一个进度款的计算 首先要关心什么 我再说一遍 要关心你的工程款的支付比例 第二个要关心什么 你的支保金 第三个关心什么 你的要刻出多少预付款 懂吗 要刻出多少预付款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前面几个计算 再接着看 施工成本的核算 施工成本的核算 就是 第一个点 就是什么 制造成本法 这个制造成本法 我们上课讲过 这个核算角度是从项目角度核算 还是从企业角度去核算 项目部的角度核算 对吧 我们把这个项目的成本 分为直接成本和什么 建议成本 我相信 大家在计算 直接成本的时候 会有纠结一个问题 纠结什么问题 老师 这个措施费 到底能不能算 直接成本 应该有的同事会纠结这个问题 来 算不算 你要看什么 大家注意 你要看什么 题目是怎么给的参数 比如说 第一种给法是按什么给 建安工程费的费用各种要素 建安费的费用各种要素 这个建安费划分为几项 七项 那么比如告诉你 人才机 管理 归税 告诉你 各式多少钱 最后再加一句话 说这个项目的措施费是350万 这350万能不能加到 直接成本里面去 不能 对不对 这时候 直接成本就是人才机 对不对 建议成本就是什么 项目管理费加规费 这里面我们准确的数 叫项目管理费了 对不对 加规费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刚刚那个例子里面 措施费是不能加到 直接成本里面去 因为你的 因为我这个建安费 有两种换分方法 一种是按费用各种要素 一种是按什么 造假形成 我的人才机管理归税 是按照费用各种要素来说的 你的措施项目费 是按什么来说的 造假 先生来说的 你不能把这两种方法给我扔到一起去 而且你要注意 你的措施费里面 确实有人才机 对不对 但你的人才机 还在什么里面了 我的融工费 措施费 我的融工费 材料费 施工机械 使用费 是不是还在这个里面了 还有一种是什么 你的措施项目费 不仅有人才机 还有什么 管理费和利润 懂吗 还有管理费和利润 你不能重复计费 这是一种角度 如果题目换一个角度 是从会计准则的角度 给你参数的 经济里面说的 经济里面说的 什么叫会计准则 比如告诉你 我这个项目呢 人才机 直接工程费 是三千六百万元 那么二次搬运费 东宇居施工费 等其他直接费 是一百二十万 请问 这时候能不能 家里面去了 因为这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 直接成本就是什么 直接费 含了什么 直接工程费和什么 其他直接费 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啊 这是快准的角度出发的 我们的建议 建议费就是建议成本 大家这个了解一下 好吧 了解一下 这个点呢 一年年 一年考过的 考了两次 今天再考 那么无非就这个角度 你把它搞懂就行了 没有什么太难的点 但是提个醒 不管你是用 什么方法核算 你的贵费和税金 能不能积为成本 是不能积为成本的 第二个角度就是什么 完全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 是从什么角度出发 企业角度出发 这个把生产进中 一切的费用 全部积为成本 这里面不仅含了制造成本 还含了什么 期间费用 比如说经济里面说了 期间费用包括两个 我们施工单位 包括两个期间费用 一个是企业的管理费 一个是什么 财务费用 是不是还有财务费用 这两个都属于什么 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能够计为 你这个整个企业的 完全成本 但不能计为什么 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 这个客户呢 给他留的案例 你应该看到的 你应该也做过了 我的提库里面 给你留了一个案例 你应该做过了 这是施工成本的核算